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疫情的最后一年 我终于怀孕了 生产的时候 医生只准我一个人进产房 我在里面从上午生到了下午 又生到晚上 虽然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疼痛 但好在最后还是把女儿生出来了 不顾满身的疲惫 我赶紧拿起手机 将喜讯发给等在外面的老公李渔 老公 生了 小千斤 六斤六两 但李渔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没有回复信息 我等了几分钟后 又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你那里还有吃的吗 我现在好饿 医生怕我顺不成会转坡 那样就得打麻醉 便一直没有让我进食 生产了十多个小时 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体力 此刻 我头晕目眩 又累又饿 近乎虚脱 这一次 李渔倒是很快回复了信息 我这里有一些饼干 我拿来给你吃吧 可早上走的时候 我明明看见婆婆煮了一锅鱼浇鸡汤 说是等我生产了 就马上给我补身子的 这会怎么空空如也 阿渔 早上妈不是煮了鸡汤吗 你没有拿来吗 李渔的迟钝让我有几分着急 我干脆打了电话过去 吃吃吃 又没有生出儿子 还吃什么吃 李渔的声音我没有听见 但婆婆的声音 却清晰地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我顿时正住了 女儿怎么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我身子一个虚晃 忍不住就在电话里对了起来 什么时代也都是儿子最好 婆婆大概是抢过了李渔的手机吧 尖锐又刺耳的声音 震得我耳朵都痛了 婆婆生了五个孩子 前三个都是女儿 腰折了一个后 又赶在四十岁高龄 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李渔便是他最小的儿子 李渔的大哥 为了生一个儿子 更是连续po了四个 最后才po出了一个儿子 这几年 婆婆一直在照顾她的那个宝贝孙子 我怀孕快生产时 她才过来照顾我 看在她已经七十高龄的份上 这几个月里 我凡是体贴她 尊重她 倒也相处地和谐 说来 这大概 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如此生气的样子 姚姚 我妈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你也还年轻 大不了 咱们再生一个二胎就好了 李渔还算体贴我 抢过了手机 在电话里安慰了我两句 我们结婚晚 又结婚几年 才成功怀孕 这几年里 我经历了滑胎和胎庭 可以说这个女儿十分来之不易 再说 我也快三十五了 再怀孕 就是高龄产妇了 我是肯定不会再去冒险的 但我知道 现在不是纠结生不生二胎的时候 我不想吃饼干 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你爱吃就吃 不吃就拉倒 旁边婆婆的声音 依然不绝于耳 早上煲煮的鸡汤呢 你们都吃完了 可能被吃完了 要不我再去给你买一点吃的吧 李渔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句 就匆忙挂掉了电话 但在她挂电话的那一刻 我还是清晰地听见婆婆说 鸡汤被她倒掉了 还说 就算是喂狗 也比给我强 谁让我生不出儿子来 不就是一点鸡汤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等老娘出了院 想喝多少鸡汤没有 儿子是人 女儿就不是人吗 以后我的女儿我来宠 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这么想了后 我的心情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李渔很快就提着一份外卖走了过来 她正正地看着旁边小护栏里的小团子 发了好一会儿的呆 瑶瑶 我妈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女儿也挺好的 你先吃点东西 李渔将外卖递给我 又看了一眼女儿后 就走了 我刚生产完 身体各种不适 根本没法照顾刚出生的女儿 到了晚上十点多时 女儿就开始哭闹起来 我正准备打电话给李渔问他怎么还没有过来时 他就发了一个信息说诊所有病人急诊 他需要紧急赶回去 李渔不过来帮我照顾孩子 我就只好厚着脸皮偷偷塞给护士几个红包 让他们帮我给孩子患尿不湿 冲奶粉 次日 家里也依然没有人过来 我再次打电话给李渔 李渔只说让我找护士就好了 说他那里实在病人太多了 走不开 我知道他不愿意管我们了 便给自己点了几份外卖 打发掉了三餐 熬到第三天早上过了观察期 我便申请提前出了院 李渔和他妈妈的态度 让我知道不能再指望他们来照顾我和孩子了 我要自己想办法了 原本我们是打算让婆婆来照顾我坐月子的 所以也就没有提前找月嫂和月子中心 现在看也只能去月子中心了 我赶紧打开手机地图 找到最近的一家月子中心 打了一辆出租车过去 可我刚到月子中心 就看见李渔和他妈追了过来 拦住了正准备进入月子中心的我 月子中心一个月要三万 咱们这种条件消费得起吗 我住院两天 你跟你妈都爱理不理 我还能再指望你们吗 再说 他不是说鸡汤喂狗都比给我吃强吗 我去月子中心怎么了 我花自己的钱 怎么就不合理 杨瑶瑶 我们结婚了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不止属于你 也属于我好不 月子中心二十多天就要两三万 这不就是宰人吗 我不想搭理他 还是继续往月子中心走 谁知婆婆一下子跪倒在了地上 抱着我的腿 瑶瑶 是妈不对 妈不该倒掉鸡汤的 妈一直以为你会生一个儿子 所以那天一时接受不了 才有点失控 你跟咱回家吧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坐月子 李渔举起手里刚买的一大堆生活用品 也挤出一脸笑道 瑶瑶 回家吧 我妈知道自己错了 再说 刚出生的孩子我也不放心交给别人带 这几天 诊所病人实在太多了走不开 我今天一早不也是赶过来了吗 谁知你竟然自己要求出院了 你放心 我这几天一定会在家里好好陪你和女儿 我看瑶瑶和婆婆都说得十分真诚 又想着我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住月子中心也确实有点贵 最终 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回了家 回到家后 瑶瑶亲自下厨 给我煲了一大锅鸡汤 还炒了几盘我爱吃的小菜 我的心情好受了几分 第四天的时候 瑶瑶回了村里的诊所 只留下婆婆在家照顾我 婆婆不再说什么难听的话了 但她做饭明显就敷衍了很多 一日三餐 都是一成不变的辣椒炒肉和水煮油麦菜 我不敢吃辣椒 就吃水煮油麦菜 但我吃了三天的水煮油麦菜后 便再也吃不尽了 油麦菜健康又有营养 你不是总说自己胖了吗 刚好吃这个减肥 再说 你也知道 我最喜欢吃这个菜了 还便宜 婆婆坚持做水煮油麦菜 我不想跟她争论 干脆忍着头晕目眩 每天给自己包煮一大锅的鸡汤 熬到第三十天出月子的时候 我便让婆婆回老家去算了 婆婆倒是走得很利索 一会儿的功夫 就收好了自己的衣服被子 连夜让李渔过来 将她接回了老家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李渔是一个乡村医生 我们是通过乡亲认识的 我们同一年毕业于师范大学 但大学毕业后 李渔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老师 而是又继续读了卫校 最后接过了父亲的一波 成了老家的一个诊所医生 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三十了 我大龄恨嫁 她大龄恨娶 认识不到两个月 我们看着对方各方面也算匹配 就赏婚了 结婚后 我们一直都积极备孕 但却失败了两次 成功怀上女儿 就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了 好在从怀孕到生产 总体上还算顺利 婆婆离开后 我便独自一人在家带孩子 李渔很少回家 说是怕孩子哭闹 但我并不在乎 我独自带孩子 虽苦又甜 女儿三个月后 想着假期还有好几个月 我便开始在网上写一点随笔 赚取一点生活费 转眼就到了上班的时间 女儿不到周岁 还需要老人帮照顾 我们有房贷车贷 家庭收入也不算很高 请保姆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渔便继续让她老妈从农村出来帮带孩子 想着只要再熬两三个月就又可以到暑假了 我便也没有反对 虽然知道婆婆不喜欢女儿 可再怎么着 也是自己的孙女 想来也不会做得多过分吧 但我没有想到 我还是低估了人性 出差了一周回来 我就看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 小小的身躯虚弱地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哼着 而先前我每天回家 她都会迈着不稳的步伐 伸出小胳膊 咯咯咯地笑着向我半走半爬过来 月月 你怎么了 我一把抱起女儿 顿时一股滚热的体感从手心传来 大概是听见了我的声音 女儿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眉眼弯了一下 模模糊糊地喊了一句妈妈 月月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告诉妈妈 妈妈带你去医院 看见女儿这样 我心如刀割 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 女儿还不会说话 她只会小声地哭泣 这几天不是突然降温吗 她大概是感冒了 有点发烧 我已经按照阿鱼的要求 每四个小时给她喂一次布洛芬了 婆婆说着就将布洛芬递了过来 她总不愿意喝 要是早喝了 说不定就早好了 你回来了就自己喂吧 我去做饭了 她说完就丢下布洛芬走了出去 我看见旁边的桌子上 已经放了好几瓶布洛芬了 顿时怒从心起 这布洛芬可以用这么多吗 既然一直不能退烧 为什么不去医院 我心急如焚 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赶紧抱着女儿 开车去了医院 女儿得了重度肺炎 要是再晚来一点 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 看见女儿被推进急救时 我第一次流着泪 在电话里对鲤鱼发飙了 也第一次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女儿出院时 鲤鱼回来了 我抱着女儿走进家门的时候 看见婆婆倒是很勤快地在拖地 但我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出差前就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 竟然还挂在那里 妈 这十几天你为啥都不把我的衣服收进来 上次帮你收了一件衣服 你不是很生气吗 说让我以后不要动你的东西了 婆婆放下手中的拖把 站直身体 理直气壮地回道 我不记得自己哪天说过这样的话 最终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有一次我刚晾晒的内裤 还没有干透 就被婆婆收了起来 还放进了女儿的衣柜中 我才那么生气 可这十几天 又刮风又下雨的 难道衣服不应该收进来吗 大概看气氛不对 李渔赶紧过来道 我妈这不是胆小怕你批评吗 算了 别吵了 这是多大的事 有什么好计较的 这确实是小事 我不该计较 但女儿生病一个星期都不送去医院 这难道也是小事吗 要不是我及时赶回来 她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我前几天都还回来看过了 也给她吃药了 也不是说真的没有不管她 李渔嘴硬地跟我杠了一句 哎呀 别吵了 我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婆子了 一身的病 每天还给你们做保姆 你们不体谅 就算了 还整天这么挑三拣四的 婆婆其实刚过七十 大概因为常年在农村劳作吧 她身子骨还算硬朗 除了有高血压 并没有其他的问题 她现在这样说 纯粹就是为了隔应我们 我还没有开口说话 她继续道 男男又十分地挑食 做这个也不吃 做那个也不吃 她真是比她堂哥难伺候多了 她堂哥你喂啥 她就吃啥 所以人家长得白白胖胖的 她这么挑剔 也不知道随了谁 只是可怜了我这个老婆子 她一边说着 一边捶着她的老腰 腰天喝地地坐在了沙发上 瑶瑶 你们做小学老师的 不都是放学很早吗 你又不是班主任 工作也不累 你下了班 也可以买菜做饭拖地的 不能全部都依靠我妈呀 毕竟 我妈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你看她每天都吃多少药的 李渔的脸色原本是愧疚的 这惠子听见自己的老妈 如此呼天喊地 顿时像找到了理直气壮 来宣泄的理由 声音都提高了八度 李渔 这孩子出生一年多了 你没有患过一次尿不湿 没有冲过一次奶粉 就连孩子生病 你都爱理不理 现在你妈说 她在这里当牛坐马 她不过只看了几天的孩子 孩子就得了肺炎 她到底坐了哪门子的牛马 我越说越激动 顾不上女儿的哭闹 继续道 我知道你们嫌弃我生了女儿 可孩子这么小 你们也都嫌弃 我有错 难道她也有错吗 大概我们的声音太大了 女儿受到了惊吓 一直嚎个不停 真是有什么样的妈 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这么吵闹 这日子还怎么过 婆婆很嫌弃地 瞅了女儿一眼 那眼神是毫无掩饰的厌恶 李渔 既然你们这么嫌弃我们 那我们就离婚吧 反正你们想要儿子 我也生不出 以后你找一个更年轻的 来给你们生吧 我说着 就抱起女儿往大门走 内心更加坚定了离婚的念头 杨瑶瑶 你脑子进水了吧 你都多大年纪了 我妈不过发了几句牢骚 你就说要离婚 李渔怒气冲冲地过来抢女儿 离就离吧 也没啥大不了的 一个快四十的老女人了 还当什么巴金宝 你没有听她说 她是坚决不会再生了吧 我们老李家 就不存在没有儿子的说法 你哥连生四胎才生出儿子 听啥她只生一个女儿 就说不生了 前一阵 婆婆暗示我抓紧生二胎 被我言辞拒绝了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 婆婆也早生了二新 李渔本还想继续拦住我 但听见自己的老妈这样说 就停了脚步 老师都有自己的小宿舍 我将女儿带回了学校 哄睡女儿后 我便开始写离婚协议 四日下午 我就带着离婚协议和女儿回到了家 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我提出净身出户 这正中李渔和她老妈的下怀 所以我的离婚手续办得十分快 和李渔离婚后 我就给女儿在早教中心报了名 每天一早送过去 下班后再接过来 遇到需要加班的时候 我就带着女儿一起加班 一个人带孩子 十分辛苦 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苍老了很多 但我知道 只要熬到女儿再大一点就好了 不久 女儿又持续高烧不退 我只好请了一天假带她去医院 自从上次肺炎后 她的身体变差了很多 一点小风寒都会引起她发烧咳嗽 甚至剧烈的哮喘 在医院里耗了一天 出来的时候 我身心俱疲 刚出来 就看见李渔牵着一个女人的手 走进医院 看到女儿 她的脸色还是略显几分尴尬和愧疚 月月怎么了 怎么又来医院了 她皱着眉头 托你的福 现在经常哮喘 我冷冷地瞅了一眼 她身边女人那微微隆起的腹部 不想再跟她多说一句话 呀 这不是大姐吗 这孩子身体这么差 大概也是基因不好吧 所以啊 女人就不能太晚生娃 我听说你生娃的时候 都是高龄产妇了 这孩子的质量能好到哪去啊 我看了一眼脸色苍白 身材瘦弱的她 目测她的身体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也是真的年轻 估计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谢谢你的关心 我想你还是先自求多福吧 毕竟跟我生不出健康孩子的男人 大概率也不会跟你生出多么健康的孩子 你太过分了 那女人说着就抬起了手想抽我 但看见鲤鱼不好看的脸色 还是忍了回去 算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又土又肥又圆 完全一个黄脸婆子 还带一个病秧子 谁看得上你啊 还大学生呢 大学生混成你这样 也是悲哀 这么说 你还不是大学生了 看来你的要求降低了不少啊 我转向鲤鱼 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鲤鱼在跟我结婚之前 据说前后相亲了不下二十次 他模样长得还可以 又是本科学历 所以相亲时要求变高了一点 比如要求对方 至少是本科以上的学历 但跟他同等条件的女孩 却基本看不上他 导致他也单身了好多年 不是大学生怎么了 起码我年轻可以生儿子 一个不行 我就生两个 两个不行 我就生三个四个 我就不信我生不出 我不再言语 只是怜悯地看了他一眼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把自我的价值 归结为一个生育的工具 但离开之前 我还是祝福了他们一句 那就祝你们早日生一窝儿子吧 鲤鱼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见 但我清晰地听见身后 传来了那个女人疯狂地叫骂声 带着女儿回到家 身心俱疲的 我却难以入眠 望着窗外繁华的夜景 我心中五味杂陈 婚姻破裂 女儿体弱多病 这一切都像一座座大山 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但想到女儿纯真的笑脸 我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为她撑起一片天 每天早上 我早早地起床 为女儿准备早餐 然后送她到早教中心 回到家后 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作为一名教师 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不仅要传授知识 更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我利用课余时间 与学生们交流谈心 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惑 尽力为他们提供帮助 工作之余 我开始寻找 能够让自己和女儿 生活得更好的途径 偶然打开电脑 发现曾经我写过的一些随笔和小故事 竟然有不少的点赞 网友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决定继续捡起手中的笔 我开始撰写长篇小说 起初 我只是将写作当作一种排解压力的方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享受创作的过程 每当我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 所有的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我的小说逐渐吸引了读者的关注 点击量和评论数不断增加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构思情节 塑造人物 有时 我会熬夜到很晚 只为写出精彩的章节 女儿成了我最大的动力 每当看到她熟睡的脸庞 我都会告诉自己 一定要努力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我的小说在网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许多读者纷纷留言 表示喜欢我的作品 甚至有人开始催更 这让我倍感欣慰 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创作的决心 我开始尝试与出版社联系 希望能将自己的小说出版成书 与此同时 我在学校的表现 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由于工作出色 我被评为了市里的优秀教师 并有机会参加各种教学研讨会和培训活动 这些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 也让我在教学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然而 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 就在我以为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女儿再次病倒了 因为严重的感冒 诱发了她严重的哮喘 高烧不退 咳嗽不止 看着女儿痛苦的样子 我心如刀脚 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 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好在经过半个月的治疗 女儿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 女儿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开始更加注重她的饮食和锻炼 希望她能够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同时 我也更加珍惜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光 尽力给她更多的关爱和陪伴 好在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 越来越懂事 独立了 我决定陪着她一起锻炼身体 我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作息表 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 陪着她在跑步机上跑半个钟 下午放学后 我们还会去附近的公园爬山 散步 为了恢复身材 我还给自己办了一张健身卡 每天坚持到健身房做普拉提 当然 写作我依然没有放弃 每天不管熬到多晚 我都会雷打不动地更新五千字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 注定要比别人更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小说 竟然在网络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出版社终于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与我合作出版小说 这对我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 经过几轮谈判 我们最终达成了合作意向 在筹备出版的过程中 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封面设计到内容校对 我都亲自参与 力求做到最好 终于 在漫长的等待后 我的小说成功出版了 看着手中的书稿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小说的出版 不仅让我收获了经济上的回报 更让我在文学界展露头角 许多出版社和媒体 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 希望与我合作 我趁机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 第三部小说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的作品 开始被改编成电视剧 电影 我也因此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搬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 为女儿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给她报了钢琴 舞蹈等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 希望她能够全面发展 同时 我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有的是文学爱好者 有的是教育工作者 有的是企业家 我们共同交流 学习 共同进步 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然而 成功并没有让我迷失自我 我始终记得 自己是一名教师和母亲 无论工作多忙 我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女儿 关注她的成长和学习 我也会定期回到学校 与同事们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心得 在女儿的教育上 我更是倾注了所有的心血 我不仅要求她学习好 更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 有爱心 有责任感的人 我带她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让她学会关爱他人 回报社会 在我的引导下 女儿逐渐成长为一个懂事 善良 乐观的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儿的身体 也逐渐变得强壮起来 她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生病 而是变得活泼好动 充满朝气 看着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而我的写作事业 也在继续蓬勃发展 我的作品 不仅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还开始走向世界 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全球范围内发行 我也因此有机会 参加各种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 共同探讨文学的发展和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我深刻体会到了努力的意义和价值 我知道 自己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女儿的鼓励和支持 离不开同事和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更离不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如今的我 已经不再是那个 为了生活奔波劳碌的单身母亲了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成功事业 幸福家庭和美好未来的知名作家 但无论身处何地 身处何境 我都会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为女儿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然 我也深知 人生的道路上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或许还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坚定信念 迎难而上 因为我相信 只要心中有爱 有信念 有勇气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走向成功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 我们都不要放弃自己 只要努力去做 去尝试 去拼搏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就像我一样 从一个普通的单身母亲到如今的知名作家 我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 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 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希望我的故事 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故事的最后 我再提一下前夫李渔吧 我成为知名作家后 也自然受到了他的关注 一天 他带着他的老妈子 两人都背着经条 找到了我的房子 十岁的女儿 开门接待了他们 李小月 我们是你爸爸和奶奶 这些年里 我们一直都十分想念你 也很担心 你跟你妈妈过得不好 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 但女儿只是迷茫 又疑惑地看着他们 我不叫李小月 我叫杨小月 我也不认识你们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是的 我已经将女儿的性有理性改成了我的杨性 娜娜 我们真的是你的亲人啊 婆婆说着 就准备上前抱着杨小月 但我眼疾手快地上前抱住了女儿 推开了她 她没有你们这样的亲人 请你们尽快离开 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毫不客气地下达了逐客令 十年的时光 十年的艰辛苦难 她们没有出现过一天 如今 我们生活幸福快乐了 她们却适时出现了 姚姚 我们错了 我们真的错了 请你原谅我 我和小雪准备离婚了 她有先天心脏病 没法再生育了 生出来的孩子 也遗传了她的疾病 你跟我们回家吧 我发誓以后 我和我妈会好好善待你们 你觉得可能吗 我冷冷地打断了他们 例如 你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好不容易跟你生出了儿子 你却想跟我离婚 我告诉你 想你都别想 一个尖锐的女生从身后传来 随之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 抱着一个瘦弱又苍白的男孩 出现在鲤鱼的身边 她一边疯狂地叫着 一边用手使劲地往鲤鱼的脸上挠去 在女儿惊恐又担忧的眼神中 我缓缓关闭上了房门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个月后 我在海边又买了一套房 我换了工作 带着女儿搬迁到了那个海滨小城 因为我再也不想看到 女儿平静又快乐的生活被打断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已经好多年没过过生日的 我居然收到公司的生日福利蛋糕 突然的小惊喜让我心情愉悦 提着蛋糕 我紧急奔向幼儿园接女儿 气喘吁吁赶到 只剩下夕阳余晖在天空 女儿一个人落寞地坐在秋千上面发呆 芊芊回家了 我站在栏杆外面 呼唤着女儿 女儿眼神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嘴角也扬起 妈妈 妈妈 迈着她的小短腿 张开双臂 向我飞奔而来 今天有蛋糕吃哦 我们赶快回家吧 摸摸女儿的头 我的心里充满酸涩 好啊 好啊 妈妈 你知道吗 今天回去路上 女儿的小嘴就没停下过 和我分享她的日常 我一一回应 两人有说有笑地回到家里 打开门 婆婆和老公 儿子吃完饭 正在餐桌上面说说笑笑的 桌子上面各种残渣散落 只剩下饭黄的菜叶子 孤零零躺在盘子上 他们连个正眼都没给我们 在看到我手里的蛋糕后 婆婆原本还笑容满面的脸上 顿时满脸猙獰 扔下筷子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个败家娘们 竟会花钱买没用的东西 怎么 就你贪吃 就那么馋啊 就你挣钱了 显着你了 竟会败家 这么大蛋糕花多少钱啊 几岁的人了 一点脑子都不涨吗 老公在桌子上 仿佛没听见一般 瞥了我一眼继续刷着视频 事不关己 儿子更是有样学样 要我说 你的工资就应该交给景川馆 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就行了 免得你大手大脚 不知道分寸一张一盒的嘴里 蹦践出唾沫 让人没有来的恶心 对啊 妈妈 你这蛋糕买了有什么用 我又不喜欢吃 还不如给我买游戏皮肤 要不你把工资给奶奶 奶奶帮你管 儿子凯凯玩着游戏 头也不抬 不过奶奶 你必须给我买这个皮肤 哎哟 好好好 不愧是奶奶的乖孙孙 就是聪明啊 奶奶没白疼你 婆婆亲密地搂过儿子 亲了又亲 你瞧瞧 连凯凯都比你懂事 一天天的 竟费钱婆婆指着我的鼻子 接连数落 指甲掐进肉里 我忍了又忍 我一遍遍劝说自己争吵 没有任何意义 才不是呢 你们都是坏人 都欺负妈妈 女儿软糯的声音响起 小小的身子站在我面前 将我护着 不许你们欺负妈妈 女儿挺起小身板 果然是赔钱货 有你说话的范儿吗 小剑种 养你这么大 我看就是欠教训 不长记性 今天看我不收拾你 说着 婆婆上前一把揪住女儿耳朵 拽过女儿抬起手 就往女儿身上用力删去 啊 啊 女儿大哭 不断挣扎想逃脱 婆婆却越打越来劲 甚至还掐女儿的肉 愤怒直冲脑顶 怎么说 我都可以感动我女儿 我和你拼了 操你大爷的 老剑种 拿起蛋糕 我整个砸在她头上 让你避避赖赖 让你守剑 趁她还没反应我 一把抢过女儿 护在怀里 啊 啊 反了天了 景川 你看看 你媳妇居然敢跟婆婆动手 快教训她 还敢叫我老剑种 真是无法无天了 满身满脸奶油的婆婆 整个人狼狈不堪 被奶油忽住双眼 还不忘指使老公打我 老公陆景川 一改刚才的冷淡 抛下手机 急切地跑过来 帮她妈清理身上蛋糕 发什么疯啊 我看你是吃饱撑的 敢对妈动手 陆景川脸色铁青 双手还不停帮她妈擦去奶油 怎么 现在不装死了 又听得到看得到了 刚才你妈怎么欺负我和女儿的你 不都看到了 女儿是小剑种 她不就是老剑种吗 妈宝也有个限度 怎么 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 看到女儿受欺负都无动于衷 你还是人吗 孩子不听话就该打 妈打她天经地义 我看不是她欠教训 是你欠教训 陆景川猛地一下子冲到我面前 狠毒的目光看着我 就像看仇人 抬手扬起 一个巴掌就要落下 我突然大笑起来 主动把脸靠近她 来来来 来打我 今天不把我打死 我立刻报警 明天我就去你公司闹 我让大家都知道你什么样子 我看看到时候丢脸的是谁 反正我见命一条 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不问你要钱 你倒是惦记上老婆工资的 怎么 现在是想吃软饭吗 看着我疯狂的样子 陆景川愣住 手扬起 在空中迟迟没有落下 也是 之前我都是能忍则忍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豁出去 陆景川确实在意自己 在外面的面子 顾及这个 她的手没打在我脸上 但也不想在我面前失掉面子 她转身用力拍打桌子 啪啪作响 整个人狂躁又愤怒 婆婆在一旁拉着她 心疼她打疼双手 嘴里不停骂着我 突然 陆景川猛地抓住桌子边缘 一用力 桌子被掀翻在地 劈里啪啦 盘子碗筷散落一地 随机 她一脚踢走面前散落地晚 抬脚离去 走出门口的时候 故意摔门 发出巨大响声 发泄自己不满 婆婆看到陆景川走后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双手拍着地面 嚎啕大哭 嘴里还不断喊着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 我不禁吃笑一声 现在还演给谁看啊 一家人老的不像老的 男的不像男的 真正的家门不幸 你要演就演个够 抱起女儿我走回房里 余光看向儿子 儿子居然还在一旁 津津有味地打着游戏 事不关己 什么时候 儿子变成这样了 回到房间 女儿立刻就不哭了 小小的身子抱着我暖乎乎的 妈妈 我会保护你的 你别难过 眼睛里面不自觉有股暖流 强忍回去 抱起女儿我亲了又亲 妈妈才不难过呢 又谦谦保护我 我开心得很 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等我长大了 一定买一个比这个更好的蛋糕 给你 怕我伤心 女儿还手舞足蹈地给我画大饼 好 到时候你不说我也要问你要 捏捏她柔软的小脸蛋 我抱着女儿哄她入睡 嬉闹了一会儿 女儿睡去 我却躺在床上 无法入眠 我与陆景川是相亲认识的 认识不到三个月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前 我和陆景川工资收入差不多 一年有个十来万 那会儿 婆婆和陆景川对我很客气 或者说是伪装得很好 我和陆景川共同分担家务 每天侃侃而谈 甜蜜异常 婆婆更是亲切有礼 有她在我完全不需要动手 那个时候 我还觉得嫁对了人 老公体贴 婆婆和善 什么时候开始逐渐露出真面目的 生下儿子后 陆景川和婆婆就以更好的抚养孩子的理由 让我专心在家带娃 陆景川更是承诺她来养我们 看着小小一个白玉团子 我相信了 我过上了手心向上的日子 从刚开始不用说提钱就打钱 每天体贴我辛苦主动干家务变成不催促就不打钱 我在家这么悠闲 家务就是我的本分工作 再到后来一要钱就要看脸色 还被满脸不耐烦地被嫌弃在家里还花这么多钱 不低声下气求她拿不到钱 婆婆也从和善恢复原来的刻薄 每天不是看我这里不顺眼 就是嫌弃我没用没带好孩子 啥事都做不好 却怎么都不给我搭把手 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三岁 我很下心把孩子送到托管班 自己出去上班了 三年多没接触职场 重新开始 工资并不高 老公和婆婆知道后 每天埋怨我挣几个钱 还不如在家带孩子 给我甩脸色 冷暴力我 我硬咬牙坚持 他们看洗脑不了我 心疼儿子 婆婆自己接回来带了 好不容易因为业绩好要升职了 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怎么可能 我一直做了安全措施 就是为了不再经历一次噩梦 偶然偷听到婆婆和老公对话才知道 是他们特意的 故意把药换了 把气球扎破 就是为了所谓的让我听话 因为我有了收入 他们不好拿捏我了 不像以前一样 他们怎么欺辱都可以了 他们要我再次变成一个 任他们搓扁柔圆 仗着他们鼻息受活的女人 纠结了很久 我没忍心打掉孩子 我知道我可能会面临什么处境 但是我没办法放弃他 果然他们变得变本加厉 知道生下来是女儿后 我月子还没开始做就开始变着花样 故意刁难我 婆婆借口带孙子抽不出空 带着儿子跑得远远的 老公更是以出差为借口 早早离开 请求自己亲妈 结果她也要带自己亲孙子 孤立无援 可以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况 好在一开始知道 这个孩子到来的时候 我就攒了笔钱 我请了个月嫂照顾自己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月子都做得差不多 得益于月嫂照顾 我的精气神好了不少 婆婆却阴阳怪气指责我 你怎么就那么败家呢 那么娇气 我们那个时候生完孩子 第二天就要下地干活 你现在不用干活 还请人伺候 你当自己公主命啊 那是你自己命苦 你怪谁呀 谁家婆婆和老公 在媳妇生孩子 做月子的时候 整整一个月见不到人 要不要我去问问 二婶母和三舅妈 我满是恨意地反驳道 这一个月 我看透了人情冷暖 老妖婆要闹就闹 到时候看看谁丢脸 婆婆心虚地不敢指示我 丢下一句 赔钱货还宝贝什么 就跑得远远的 在这之后 他们更是撂挑子不干 他们宝贝儿子 不敢对儿子做什么 对待女儿 却是视若无睹 不管不顾不心疼 把女儿完全抛给我 我抽不开身 时任有女儿哭到嗓子牙 也不会看她一眼 只会嫌弃她烦 做饭喂奶 洗脏衣服 更是只有我一个人 自己操持 我完全没有时间出去 买东西都只能由 跑腿小哥 或者快递送到家 女儿一切花费 更是别想从他们那里 拿到一分 本来就不充足的钱包 更是一天天撇下去 我心里焦虑 他们就这样 等着我低头 等着我像一条狗一样 完全没有尊严地求他们 任由他们奚落 辱骂 做一个没有自己思想 被禁锢的人偶 我咬牙硬撑 可是女儿突然有一天病了 带到医院检查 才知道是盲长言 我没钱了 为了女儿 我放下一切所谓尊严 我哭着求陆景川 借我钱救女儿 陆景川本已经要转账 婆婆却一脸鄙夷地看着我说 她肯定还有钱 不然之前怎么会有钱没地方花请月嫂 赔钱或还浪费钱干嘛 你要就自己救 能活活 不能活拉倒 儿子更是跳出来说 不要妹妹 不要妹妹 然后 无论我怎么低声下气地求他们 他们都无动于衷 甚至享受着我求他们的模样 没办法 我问遍了所有朋友 好在以前的朋友愿意借我钱 她还多打了给我 让我不用着急 好好照顾孩子 渡过难关再说 可笑 孩子亲爸爸亲奶奶 对孩子关注在乎 甚至还不如一个陌生人 女儿好后 我的心彻底死去 我知道我必须离婚 但是带着女儿 我根本没办法赚钱 我忍着 煎熬着 等到女儿满两岁 我用身上借来的最后一点钱把她送到托管班 强忍不舍 没办法 再不去挣钱 我们娘俩都得饿死 找了很久都因为空窗期被拒绝 最后只有一家低工资的公司要我 苍蝇肉也是肉 对我来说 钱虽然并不多 但我娘俩总算迈出第一步了 我在攒钱 不停攒钱 盘算我什么时候能负担地起租房子 和我还有孩子支出 不知不觉间 我睡过去 第二天 却被女儿的哭喊声惊醒 一出房门 就看到满地狼藉的地面上 儿子正齐坐在女儿身上 女儿整个人倒在地上 被压制得无法动弹 驾 驾 儿子拿着棒子打在女儿身上 开心得不得了 女儿眼泪满面 整个人痛苦不已 因为被压着太重 甚至都发不出声音了 我被眼前这一幕 刺激到失去理智 急不上前推开儿子 夺过他手里的棍子 就打在儿子的屁股上 啪啪 气血翻涌 我用尽了十足力气打他 感受到疼痛 儿子大哭起来 坏妈妈 坏妈妈 我不要你 我要奶奶 我要奶奶 儿子正托我抓住他的手 拿起地上的玩具 就开始砸我 一下又一下 还不解气 甚至拿他的嘴咬我 实在是太痛了 我一把把他推开 好在他还小 我还能推动他 我让爸爸打死你 让你打我 让你打我 儿子坐在地上 满眼怨毒地望着我 谁让你欺负妹妹地 顾不上自己身上疼痛 我扶起女儿 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好在没有明显伤口 只是手上擦破了皮 赔钱货 你们都是赔钱货 我想打就打 奶奶说了 这个家是我的 你们都是多余的 你们都要听我的 不听我的 我就打死你们 把你们都赶走 我让爸爸 把你们都换掉 给我找新妈妈 儿子得意又张狂地 看着我们 嘴里说出的话 却让我心都凉了 剑打不过我 他立刻跑到房间 把门锁起来 给他奶奶打电话 诉说委屈 不再理会他 我轻浮被安慰 抽泣不已的女儿 女儿有一边说 一边抽烟 妈妈 哥哥是坏蛋 他和千千说 要把你换掉 换新妈妈 千千说不要 他就打千千 女儿边向我诉说 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边不停抽烟 既然哥哥不要我们了 那我们也不要他了 好不好 抹了一把眼泪 我把女儿抱到床上 开始收拾行李 和必要物品 这几天 婆婆和老公电话不断打来 微信上更多的是骂我的信息 统统当作垃圾一样 不想处理 也没时间处理 我忙着租房子 忙着安置我和女儿的住所 我要为自己和女儿 撑起一个家 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小家 收拾好屋子后 安置好女儿 我再次回去那个 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怎么 现在知道回来了 打开门人还没进去 陆景川就开始不屑地朝我嘲讽 估计是以为我过不下去了 回来求他们的 怎么不死外边呢 为了个赔钱货我的宝贝孙子 你都敢打 你长没长脑子 婆婆抬脚踩在茶几上 一边吐着瓜子皮 一边携势我 景川你就该好好教训他 让他知道 谁才是这个家主人 陆景川摸了摸鼻子 不回应 看来前几天的事 他还没忘记 婆婆也似是回忆起来 突然瞪着眼睛 提高嗓门指使我 没看到啊 地上这么脏 快扫啊 一点眼力价没有 没理会他 我静止 走到陆景川面前 拿出离婚协议书 放在他面前 离婚吧 你看下协议书有没有问题 签一下字 似乎是听到一个笑话 陆景川吃笑一声 拿过文件随手一看 就随意丢在地上 整个人慵懒地躺坐在沙发上 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是逗弄小狗 一般戏谑 我不同意离婚 你能把我怎么样 婆婆更是在一旁大呼小叫 离婚 你以为自己什么东西 离了婚破鞋一个 谁还会要你 不像我们景川 随手一勾 大把女人等着成为他太太 不识相 盯着婆婆 我轻笑出声 好心告诉她 楼下王阿姨约你晚上去跳舞 婆婆瞬间闭上嘴 一脸痴屎模样看着我 陆景川不明白 我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一句 也没注意她妈脸色突然变了 她敲起二郎腿 眼里满是得意 继续戏弄开口忧 又想像上次一样去公司闹 去吧 尽管闹 管天管地 还管我离婚不离婚啊 你说得对 是管不了 你离婚不离婚 我赞同道 陆景川笑容扬得更大 仿佛拿捏了一切 知道就好 以后长点脑子 伺候好我和妈 少做一些没脑子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 有些人如果嫖娼 会不会被拘留 她的工作还保得住吗 婚内出轨的话 受害方财产 会不会分得更多呀 拿出包里照片 我甩在桌面上 入目全是一些不堪的内容 对了 还有很多视频我手机上发你 我贴心为陆景川发去他和各色女人的亲密视频 看到这些 陆景川面色大变 一下子从沙发上坐起 额角青筋直显 妈的 你设计我 我怎么设计 是我要你去嫖娼 还是我要你在车里就开始做 这几年 你嫖了多少次 找了多少女人 你心里没数吗 烂黄瓜 我鄙夷又嫌弃地看着她 看到我的眼神后 陆景川更加上火 眼里怒火简直要燃烧 离婚可以 儿子女儿你别想带走 我的钱你一分也别想要 钱我可以不要 女儿必须给我 不然 大家一起玩玩好了 我毫不畏惧盯着她 你不怕可以试试 儿子我是铁定带不走的 也不想带走 真带走了儿子 儿子估计也会恨死我 毕竟我对她来说 还不如游戏重要 女儿若是在她手里 指不定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 不过十秒 陆景川就败下阵来 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书签字后 扔给我 得益于结婚前 她行车记录仪坏了后 我买了行车记录仪送给陆景川 结果没想到反而成为收集她证据的重要工具 可笑又可叹 刚回到租的房子 亲妈电话就疯狂打来 一接听就传来她喋喋不休的谩骂 死丫头 好好日子 不过离什么婚 还带着个脱油瓶 谁要你呀 饭吃太饱了 一天天赶紧回去和景川认个错 妈 能借我点钱吗 我想回家住 我哪来的钱啊 回家 陆景川那里才是你家 你回来哪有房间啊 你嫂子不得闹离婚啊 你要是离婚 你自己想办法 吃什么 住哪里 不都要钱啊 你自己解决 意料之中的回答与指责 但是微信还是发来了两千 婚后处境不是没和我妈说过 她总是要我忍 忍到孩子长大 忍到白发苍苍 她说男人都这样 她是爱我的 可是她更爱我哥 因为我是女孩 她是男孩 可是为什么女孩就是应该默默忍着 一辈子从小忍到老 如今 我的女儿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 彻底闹掰后这几天 陆陆续续又有各种亲戚朋友 受陆井川之托 打电话 发微信给我 内容无非就是 劝我不要离婚 夫妻床头吵架 床尾和 为了孩子咬牙坚持坚持 我一一回应 只是在最后 我都会加上一句 最近有点困难 能不能借我点钱应应急 不出意料 发完这句话后 一个个电话挂得飞快了 微信上也只读不回 果然 在没牵扯自己利益的时候 一个个满嘴仁义道德 真正动到他们的利益 牵扯到真钱财的时候 个个跑得飞快 毕竟自己的钱是真钱 别人的事情又有几分与自己相干 老婆 我错了 你回来吧 我以后一定改 眼看请的外援没有效果 陆景川自己打来了电话 怎么 你是当我傻还是蠢 你自己什么德性你不清楚 都已经撕破脸了 能不能不要那么贱呢 我满是厌恶地回应他 女儿不能没有爸爸呀 他在不健全家庭长大 会影响健康的 你还有脸体女儿 你配做他爸爸吗 你这样的爸爸还是没有好 你最近是不是没钱了 我转你五千了 只要你回来 我一定把所有钱交给你管 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 电话里面 陆景川的承诺 说得真挚又虔诚 仿佛听不到我骂他 你不就是打算 我骗回去后拿走证据吗 算盘都打我脸上了 你什么心思我 还能不清楚吗 毫忧不掩饰地戳破路景川后 我立刻打开微信点了收款 你的钱我收下了 就当你今晚打扰我的精神损失费 还有扔掉的垃圾我不捡 以后少饭贱 免费的钱 不要白不要 贱人 别给脸不要脸 你个二手货除了我还有谁会要 妈的 我看你能熬多久 现在给你机会你不要 以后别跪着求我 陆景川脑羞成怒 电话那边的声音暴躁又愤怒 看来被我戳破心思 不演了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哦 那现在是谁在求谁呀 你要是给我送钱我欢迎 要是还发骚 就滚远点 说完这句话后 我立刻挂断电话 也不管不停打来的电话和信息 我拿着送来的钱带着女儿尽情的哨备 渣男白送的钱 用的就是开心 时间过得很慢 总算到了领取离婚证这天 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 早早等待在民政局门口 渣男却迟迟未来 等得我心里焦急 打电话过去 一声娇媚女声响起 喂 找川哥吗 有什么事情吗 他还没起来呢 不急的话 等下再打来 急 很急的事情 你赶紧叫醒他 对面的女声沉默 陆景川烦闷地接过电话讽刺我 怎么 后悔了 这么急着找我 不用打听我在哪 在家等我就行了 我会回去的 从语气中 可以感受他隐隐得意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我自证腔圆地提醒他 今天离婚 冷静期最后一天 麻烦来民政局领取一下离婚证 他妈的 说完后 只听到这三个字 电话就被挂断 担心他不来 我又特地在微信上发语音刺激他 怎么 你现在非我不可了 这么舍不得我 你要是实在放不下我就求求我呀 没准我可怜 可怜你就心软了 你要是真放不下我 就直说 干嘛这么扭扭捏捏呀 是不是玩欲擎故纵啊 我懂 你现在求我吧 求我我就考虑不离婚了 果然 陆景川经不得机 尤其是在外人面前 发过去还不到一分钟 陆景川的信息就轰炸来了 自作多情什么呢 十分钟后到 十分钟不到时间 陆景川果然来了 还带着素颜大波浪的美女 估计就是接电话的那个 她的手上还戴着一枚亮眼的钻石戒指 耀眼又夺目 看到我的目光 她特意抬起手来给我看 略带娇俏地向我展示介绍 这是川哥前几天给我买的 说是和我很配 姐姐 你看看好看吗 怎么会不好看 你的手这么白嫩 当然好看 陆景川像是要找回厂子 在我面前就秀起恩爱 懒过美女 就亲了亲她的手 之前和陆景川在一起的时候 本来结婚戒指想买钻戒的 结果被她嫌弃不保值 换成了黄金的戒指 看来不是不保值 是要看待的人值不值得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 好看啊 真漂亮 我真心说道 不过美女你先等等 见你男朋友一会儿 我们领个证 马上你俩想干什么都可以 都是合法的了 不然你这钻戒 我想分一半 也不是不可以 两人一将 陆景川的脸又黑又紫 他台步率先走进民政局 我赶紧快步跟上 绝对不浪费一点时间 拿到离婚证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轻松了 感觉天空都格外明朗 空气都变得香甜 连看到陆景川和他身边 美女我居然都感到开心 在离开民政局门口前 我还好心提醒美女 注意安全 你旁边男人黄瓜没准早就烂掉了 毕竟不知道调了几百次唱 不理会陆景川一副痴人表情 和美女震惊的神情 迈着小碎步我跑得飞快 我自由了 不再为琐事烦恼 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和抚养女儿 陆景川不知道是发什么疯 总是给我发各种视频 企图刺激我 视频里要不就是儿子 喊上次那个美女妈妈 要不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或者是陆景川买各种奢侈品 送给美女的图片 更有甚者是他们的亲密照片 变态 儿子也不知道是被陆景川 还是他奶奶挑拨起来 时不时发语音给我 妈妈 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给我找了新妈妈 新妈妈比你好多了 又漂亮又温柔 你以后别想我给你养老 新妈妈给我买游戏皮肤 还给我买各种好吃的 我以后给新妈妈养老 没有拉黑他们 我一一回应 他们想看我极度发疯的样子 我偏偏不如他们意 给陆景川发去祝福 希望他和美女长长久久 还告诉他怎么拍照更加好看 给儿子推荐好吃餐厅和游乐场 让他叫新妈妈带他去 还告诉儿子好好对待新妈妈 刚开始他们还越发越起劲 看我如此回应 或许感觉到在我这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态度 发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时间很快过去 得益于我出色的工作能力 以及累积的经验 我被公司调到了新项目 我变成了项目负责人 不仅工资翻一倍 年终奖更是不知道翻了几番 新项目需要调到别的城市 要是以前我根本不可能去 而如今什么事情都有了可能 有些报应也该报到某些人身上了 小山 你婆婆中风了 你快来看看陆景川的旧母打来电话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 又慌乱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我早就离婚了 还哪来的婆婆呀 我平淡回应她 她中风 你不找她儿子陆景川 来找我不是搞笑吗 景川 景川她被警察抓走了 你婆婆 嗯 你婆婆前几天被对门王老太打了 本来血压就高 看到景川她被警察带走 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现在中风了 现在在抢救 你快回来吧 或者转点钱过来呀 陆景川的旧母语气急切 哦 是吗 我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转钱啊 要救你们自己凑钱救她呀 我一个外人管什么闲事啊 再说我哪里来的钱啊 当初我女儿她不是说是赔钱或浪费钱 让我要救自己救 能活活 不能活拉倒 问你们借钱 你们不也是说不管闲事吗 如今这句话我送回给她 能活活 不能活拉倒 闲事我管不了 说完后立刻挂完电话 看来事情超出我想象的顺利 是的 稳定下来后 我匿名举报了陆景川挪用公款和虚开发票 也多亏之前我收集陆景川调娼的视频的时候 发现她和别人打电话要钱虚开发票的事情 再加上她之前不停炫耀她给她新女友买的各种奢侈品和钻戒 我大约估计价格 起码价值几十万 以她的收入水平 除非几年不吃不喝 她这种人 会舍得吗 除非她赚到 或者说是谋取了更多不可见人的收入 反正举报一个是举报 举报两个也是举报 就帮忙一起举报了 至于钱婆婆 我只是用全新手机号给对门王阿姨发去她和老王各种亲密照片 她和老王那点事情小区知道人不少 不少邻居还有意无意提醒我 我偷偷留意着 果然发现猫腻 早早就拍下照片 如今派上了用场 王阿姨是出了名的泼辣无赖 而且力气又大 婆婆在她面前简直毫无战斗力 刚才陆景川的舅母说王阿姨打了她 为了更加详细地知道情况 我特地问了以前的邻居 事情闹得很大 原来当天王阿姨不仅在小区群里大骂特骂 晒出二人风流照 还在小区里面借了大喇叭到处宣传婆婆勾引她老公 不要脸做小三的言论 婆婆看到后整个人都慌了 跑到楼下就和王阿姨吵 结果吵不过想直接动手 反而被压在身下打 围观的人明里暗里纷纷叫好 直到有人怕真出事才阻止 婆婆想报警 但是她先动手的 就算报警她也占不到便宜 小区里面传遍了她的风流运势 她只能吃下这个亏 丢人丢面又挨了打 躲在家里气得血压直飙升 再加上她亲眼看到陆景川被抓走 想必也是知道陆景川做的事情 整个人激动得不得了 一下子就中风了 真是自作自受 没过几天 儿子打来了电话 妈妈 你在哪里 我想你了 简直是太阳从西边起来了 离婚后这么久 除了刚开始 儿子炫耀自己新妈妈的时候 给我发过消息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连一条信息都没收到 爸爸被抓走了 新妈妈也跑了 还把家里钱都拿走了 奶奶现在一半身子动不了 家里都被封起来了 妈妈 你快来接我 妈妈现在没钱 和妹妹住在地下室 每天连吃饭都吃不饱 实在是没能力去接你啊 我没对她说实话 因为电话里我还听到了别的声音 陆景川的舅妈和婆婆在旁边指使儿子问出我的地址 真是祸害啊 居然还想继续把我拉进深渊 做梦 妈妈 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儿子继续问我 想得到我的地址 我在一室呢 随便说了个地址 我草草挂断电话 果然黄鼠狼给鸡败年 没安好心 刚好有个猎头找我 我还纠结要不要跳槽 现在有决定了 毕竟如果他们找到我公司闹 非要我的地址 没准真能找到我 如果我换个公司 那他们就彻底失去我的消息 再说 跳槽后 我的工资更是比现在多一半 虽然会辛苦 但是还是值得的 不怕他们找到我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已经是自由身了 他们不能强弩我回去 但是万一呢 还是做好万全准备 他们刚开始 还不断套取我消息 在我打太极的回答下 啥有用信息都没得到 再加上 我不断诉苦 他们真的相信我 混得太差 连温饱都是问题 儿子也不再和我温情 恢复本来面目 嫌弃我和女儿都是废物 之后再和好友交换信息后 我还得知 儿子和婆婆回到乡下 儿子为了冲游戏 不停问他奶奶要钱 刚开始他奶奶给他钱还好 到后来拿不出钱 他开始打他奶奶 他奶奶本来就一边动不了 更是被打得还不了手 到后来实在要不到钱 儿子居然和混混在一起 成天鬼混 最后因为抢劫 被关进少管所 而陆景川的刑期 也盼下来了 要坐十年的牢 他居然还让他朋友 发消息说 让我等他 他知道错了 以后只爱我一个 我只回答了三个字 你配吗 真当自己是盘菜了 哪那么大脸呢 果然跳槽是正确的 除了工作长了 还有更多福利奖金 我的手里 已经有充足的钱付一个小套的首付 咬咬牙 我买了一套房子 虽然小 但是真正属于我的房子 我和女儿真正的家 女儿也变得开心多了 每天回家 还会帮我一起干活 一起聊天 整个人充满自信与活力 我也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漂亮 只是女儿似乎对男人产生了隐隐抗拒 她讨厌和男生玩 喜欢和女孩子玩 我开玩笑说 让她以后结婚 她也拼命拒绝 我知道 她是受到了伤害 以前的事情 她都记得 不过没关系 我会好好安慰她 我会让她明白 她可以尽情体验人生 体验各种人生新旅程 享受人生百味 因为 我会永远站在她后面 永远支持她 爱她 做她最坚强的后盾 她只需要做自己 就可以